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如果第一期之前的您 也是担心的话 就快到长城来找我吧 欢迎我们场上 16位可爱的姑娘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 今天是我们这个 2022年全身热恋的第一期节目 也是我们全身热恋 进入第12个年头的第一期节目 我觉得特别有纪念意义 看到着我们所有的姑娘们 包括我们的情感观察员 都已经戴上这个红维线了 也希望我们新一年 所有姑娘们 还有小伙子的爱情 也能红红火火 甜甜蜜蜜 一闪一闪满天星 万亩凉亭 黄水晶 黄水晶一号 苗奇苗状 抗性强 脱水快 高价粮 放心肿 放心重 感谢红翔总叶 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 电视机前的观众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节目的公众号 输入红翔总叶 加上你预测的 本期牵手嘉宾的号码 我们会从中 抽取一位猜对的观众 赠送红翔集团 国权酒夜提供的 国权鲤鱼礼盒一套 每一对牵手成功 并且走进婚姻殿堂的嘉宾 也将获得 红翔集团国权酒夜提供的 国权鲤鱼礼盒两套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 等着你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今天的四位小伙子 新年快乐 这四位小伙子 其中有一位 大家称之为三高男神 谁要是水长血纸 三高啊 对 三高 还有一位呢 据说是农安烧锅镇的车神 哎呀 我的车0到100的加速 只需2.9秒 那你再快 那你给我出去 我二把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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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须一顿 我二把机 我二把机 还有一位 据说这位小伙子 孙媳妇的孩子都五岁了 他还单身呢 谁当爷爷呢 我呀 我不是当爷爷 都当太爷爷了 大哥你这是不是当爷爷了 你两年轻吗 最后一位 据说是长春 二八自行车烧烤第一人 好 这本身是不够不吃的 又不够吃的啊 是没的 那别了 又还可以 又这样吃的 来来来 再给我上 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肯定不行啊 肯定不行啊 那首先有请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呢 来自吉林长春 他被称之为是 长春二八自行车烧烤的第一人 为了做这个买卖呢 据说他把客车厂的工作都辞了 来掌声有请 下回听看 全场热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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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野儿 就是吧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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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有我找上头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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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赵森 来自吉林长存 我的爱情言是大森 烤菜七二八 挣钱都给媳妇花 啊 啊 这是大名主角 二八 谢谢这个小菜 是不是 哎呀 你看看啊 等一会儿呢 大家好好露露啊 来一会儿 哎呀 你看看 这是我站这么久以来 收到的第一个缘分天使 然后今天小伙子 给我一下缘分天使 啊 原来缘分天使长这样啊 他还能坐着 还能躺着 还能爬着 轻点轻点又碎了 哈哈哈哈 不能不能 为啥把缘分天使给 一号张可爱了呢 观众他挺像是演了 感觉挺可爱 感觉挺可爱 哎呀 哎呀 张可爱的春天来了 对 你看 终于有了一个男孩 过来说张可爱 哎 挺可爱的 是吧 你看 坚持做自己 一定会有人发现你的 好吧 二八自行车烧烤第一人 来了解一下 一起来看哪天 我叫赵森 之前在科长工作了四年 每天早八晚五的上班 约两千多块钱 我觉得赚的少 所以我下班就去公园摆摊 卖玩具卖浴网 卖了两三年 从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 四个小时我能挣二三板 后来有夜班 然后当我摆地摊 我就把科长工作死了 老摆地摊也算不上啥钱 后来我就研究开了烧烤店 结果开了四个月 就赔了三万多 那我也不能混吃等死 就得研究出路 终于让我逮到了 一个赚钱的机会 我用了五十块钱 买了一个二把自行车 算上二十多的 花了一百多块钱 我骑着它就出摊了 不到一周就活起来了 我还见了两个群 一出台我就往车里发销 然后就开始上人了 后来火了 我又花了五分 又买了第二辆的自行车 跟我爸一起烤 从晚上八点到后半夜十二点 这座竞争能挣七八百 周边我忙不过来都让顾客自己上手烤 收钱我都收丢了 一忙起来都不知道谁给钱 谁没给 货多了 我又买了一个豆漆驴装货 最后用我的二把自行车给店盘火了 挣到钱我又开了一个新店 这个店有地热 有厨房 有包间 要啥有啥 不像之前那个店嘎嘎冷 现在来我店吃饭就是享福了 去年我在长村买一个八十平的房子 现在我的目标就是找个对象 一起奋斗 把我的二把自行车变成库鲁德 这片里面看着热气腾腾的 来 十一号刘始祥想说啥 你好 小伙 就是你一上来就说 突然间给了我点灵感 就是因为我在头一个月之前 我就嫌我要开个烧烤店啥的 完了之后就没有啥特色 然后今天我一看你这个二把 这大杠自行车 真挺好 那必须 有创意有特色 学到学到了 人家也欠老板娘 天生做老板娘的料 看水 像吗 像 哪像啊 哪个挺像 是啊 他个人像 能长吗 老板娘 适合当你家老板娘吗 那好像个头好像又差点了 什么 客带高了 你家老板娘个还不能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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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不费劲吗 那等一下 那一号张可爱他不高吗 还行 距离产生美 验着姐 验着姐你看出来没 这整体这到真爱面前 就缘分真爱面前 整体就再高他都不说高 那我穿高跟鞋 那张可露穿件是平底鞋 那老高高个大个的 你看不出来吗 我不是没看着你穿高的 是材质的 哎呀妈呀 这就是看上了 对对 主要是原文天使在我这呢 我现在我想尝尝小伙的串 确实拿串了 哎呀你看看 不能空手来都知道 厂上这些姑娘不但没对象还缠 这是全世界恋姑娘们的特点 咱们下去准备准备 那我记得了 对对对对 相亲不用上饭店 虔诚热恋台上见 巴西亚不耽误处理性 夫妮好全没干账 哎呀 我就坐你这么近 你都不给我一个 我好像坐错位着了 哎呀妈 哎呀 干啥 哎呀呀什么 成爷爷就了都 16个巴西亚老妹的相亲之路 谁能圆满 一年以内可以结婚 一年之内我也能结婚 贼麻辣的相亲 就在本周红车种业 全程热烈 加油加油加油 哈哈哈哈 一闪一闪满天星 梁田万物 黄水晶 苗儿壮 病儿清 脱水快 产量星 苛苛饱满 玉峰灯 黄水晶一号 真的好 放心种 放心种 红翔种业 你知道中风偏瘫的危害吗 因为中风偏瘫 它行动不便 口眼歪歇 话语不清 船衣 吃饭 上厕所 都要靠人照顾 自己造罪 家人也受累 即使生活频道 温馨提示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 请关注心脑健康 血好 心脑就好 今天 你 清血了吗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血 清血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血八味片 三百年清血骨方 砖药清红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红血清 心脑好 砖药清红血 孟奇清血八味片 长春肿瘤医院 联合二十五家 北京三家医院 一百二十五名 北京专家 全程诊疗 让患者就医 不再院行 看肿瘤 治肿瘤 到长春肿瘤医院 长春肿瘤医院 联合二十五家 北京三家医院 一百二十五名 北京专家 清临坐诊 全程治疗 看肿瘤 治肿瘤 到长春肿瘤医院 妈妈的花样年华 一月十五号 晚十八点四十八 宿末 乡亲不用上饭店 全程热恋 台上见 八虾不大乎出地性 祝你好像没干账 哎呀 我就坐得这么近 你都不给我一个 我好像坐错位着了 哎呀妈 哎呀 干啥 你这是 成爷爷就了都 十六个八虾老妹的 相亲之路 谁能圆满 一年以内 可以结婚 一年之内 我也能结婚 贼麻辣的相亲 就在本周 红色种业 全程热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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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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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啊 哎呦我呢 还有呢 哎呦 这咋还能像放小二手里呢 啊 哎呀 啊 哎呀 哇 来感觉了啊 热了吗 已经热乎了 热乎了 热乎了 那姑娘们可以下来了 是吗 可以下来了 对 哎呀来了 十六个姑娘 来下场吧 谁能跟我们张罗张罗 来那个啥 有鸡丁 然后肥瘦 大家想吃啥 给我来 洗个肉串 少放点辣的 来尝尝啊 老板娘 哎呀 谢谢老板娘 哎呀我 老乡了 来来来来 大家吃点吧 咱也吃点串 都串集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谢谢谢谢 谢谢 可以了 哎 谢谢谢谢 谁没有呢 手里 二哥 二哥再来点 这边汤好吃 还有谁没老找呢 这家可爱 你是不是吃着呢 我没吃着呢 你没啥呀 这给我来点 我怕他自己忙活不过来 哎呀 你看不看呢 这么多姑娘 就五个姑娘 到现在一口没吃啊 肯定 啊 先吃点来 先吃点 我帮忙 我帮忙 你不用先吃 帮忙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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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那老板娘的架子呀 吃到了家的味道 哇 我看你是吃到了爱情的味道吧 啊 你是吃到了狗粮的味道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现在没有爱情 只有肉串 你要不要 不要 这呢 哈哈哈哈 好啊 我给你 什么都不行 来 可行 我要给辛苦的工作人员 来 送吧 哎呀 这么快就展示这种贤妻良母型了 好了 大家伙一边吃一边回去吧 啊 回去吧回去吧 各回各的位置 哎呀 你说你今天为啥不吃了 就张着肉 就这么忙里忙活还得要干啥呀 我家小伙子在这那啥 我得主持大全 忙活起来 哈哈哈哈 哎呀 有点老板娘的架势 我看出来了啊 有点往常 要不然我不关大事了 我就直接吃了 我看出来了啊 小伙子觉得呢 她表现咋样啊 这么多姑娘里头 谁表现最好啊 哎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互动的不错啊 肉串还好吃 是不是啊 好吃 啊 好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啊 好嘞 哎呀 我想找的一样 就想找个能当老板娘的 能说会老的 肯定能当老板娘 家里来人去体的时候 会大声招呼呀 店里来客人傻的 说话得会热火 不能像那种 说话根根基确的 干啥漫油的肯定不行 就比如说 你能不能当老板娘了 当我的样就能气死我 性格茬的 肯定能当老板娘 抬上性格茬的那几个女生 哪个不是自己开店做老板的人 像一号张格路 十一号刘索 那般事肯定齐了咔嚓的 一点都不太含糊的 但是我想找个茬的 也不能像他俩这样 我得找那种半茬的 既能帮我摆了事 也能为我顾家 这样最好 能管钱的肯定能当老板娘 能管住你自己花钱 也能管住我花钱 这样的女生肯定是过日子的好手 你别是一月挣五千花一万的 那要是咱俩在一块 别说买库鲁了 就我这二八自行车 都得买飞铁了 不寄计的肯定能当老板娘 我就烦那种能寄计的 有点小事 没完没了的给你磨去 红也不行 不红也不行 本身吧 我就不怎么会跟女生捞壳 你要稍微记忆一点 我更不会 要是在店里记忆 我更受不了 我这一心情了 就得给顾客送点啤酒 花上米啥的 你要是因为这个老记忆 那咱俩不得天天打仗啊 好 看过第二部短片了 来 谁一号刘爽 哎 小伙 吃烧烤挺好吃的啊 但是那短片 咋又念我身份证号了呢 想早查了呢 完了想我这样查了呢 还不行 那你干老板娘不就得查冷点吗 我当老板娘 我首先我账给你把名板的 再一个就那个人 就你店里边的顾客 我能给你拢名板的 就我跟你讲 我就给你当老板娘 你那生意只定是老火包了 你现在的收入是三十千块钱 等我要上你家真的 你收入得翻三倍 你信不 就你来 就你只要你来的顾客 背馆这 就不认识的顾客来了 我就送你俩菜 我就二话不说 就送你俩菜 背馆你点多少 我就先送你俩菜 朋友啥就来了 我就一搭啤酒 我就四个小菜给你送上 我就不信 下回你再吃饭 你不想拿人家烧烤 对不对 对对对 能不能送陪了呀 就是 差不太多了吗 你谁十号了 刘太太 这个反正我是咋想的呢 我给你送俩菜可以 但是有一个菜是放卡里 对 第二次来 咱再给你送菜 是不是 咱也不差事 是不是 没 再说账给你算拔拔的 可以 来 十六号老秦 其实我挺赞同十号刘爽说的那种做法 要是假如说十一号刘爽要遇着我这种人 送我四个菜 那我串都不用点了 送四个菜再送一大啤酒 正好吃饭就走 不是 那我弟 那你今天来我第二天我这么送了你 然后你第二回你来你害这样的我害送你 我就不信你 就是天天你这有在一在二你还有在天天四这样来吗 能吗 一次来送一次一次来送一次 你就不信你不花钱 你能不能 所以你不好意思吗 你都得 我要是花钱 那你压根呢 要不然你要是这样想的话 那压根你就被来了 我就不欢迎你了 这是两种老板娘了 还有没有别的老板娘了 来一号张可爱 如果要是我俩在一起的话 他会送菜的话我会挺支持他的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交集圈 我会为他考虑 然后我会把这个菜端到顾客跟前 或者是朋友跟前 我说老板就送 这就是命啥 大可老师今天来你们家吃饭了 来吧 大可老师好友不见呢 可不咋的 谁想你啊 这真是太久不见了 然后我两口送一点小菜 然后你那个先吃着啊 小串挺好啊 挺好还行 今天那过节了 新年到了 能不能送我两块去 那我老公肯定得送了 那不赔钱呢 赔不赔钱 大可老师来了 我老公肯定得支持 哎呀你看这话 这到位的 这行不这长时间 第一次听到 在舞台直呼老公啊 燕子 我发现 张可爱今天说话的状态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发现 和每次说话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很正经 对 是吧 对对对 一下子好像就正式起来了 对 而且他不是那种 说我装的可爱 他是那个很在意的这种 这种感觉 对对对 是不是 你看这刚才听了 好几个老板娘了 有咔咔往来送的 十一号刘爽 这家送了钱 送了一遍又一遍的 哎是十号刘爽 那个老刘太太要办卡的 这个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很认真的 很谨慎的这种状态 这几种老板娘 咋样啊感觉 感觉一号和十号 十号 说的 说的挺对的 一号十号挺好 啊那十一号咋的了 十一号 他说的 在送那么宋都有送陪的 哈哈哈 你那么大个消火店就开的 你就送四个菜 你能能赔成啥样 你还要送九 就一点格局都没有 真实的 就你 我还让一夜级翻伞杯 你翻爆 我看你啥能翻那么伞 哈哈 来看一下第三个早面 回来之后做选择 我会想要上班的 我也上班的 我工资吧 不算太高 一个是三年七八 四加二十 这么一个高水利 这两家也不能一年少 家里刚满房子 家里算是事业 你算是好了 爸爸计划 传统不好 爸爸心里没有感怨 因为啥呢 因为他是我的孩子 是我的骨髓妈妈的臭 第三个短片过后 我们现在看到 场上是一号 张可爱的灯亮着 哎呀 太激动 咋的了现在 就是看着家里头 特别和谐 然后也是我想要的气氛 然后我就是特别喜欢温暖的家庭 然后我找到了家的感觉 就是 想融入这个大家庭里 可以 看到他的爸爸可能想起自己的妈妈了 是吧 对 一样 因为刚才我们在短片里看着 你骑一辆二巴车 爸爸骑一辆二巴车 跟你一起 就是熟久寒冬的就在外面烧烤 其实 爸爸也跟着你遭了不少罪 其实在帮你 是不是 那对 就是挺辛苦的 然后小伙子也是特别任干 我挺喜欢这一点 挺好的 好 接下来掌声有请 第一号张可爱有请 我觉得是你给的这一个缘分天使 给张可爱力量 站在台上这么长时间 收到的第一个缘分天使 可能就是最第一个缘分天使 就让我找到了缘分 哎呦 好吧 大森问一个你想问的问题 我 你能够吃掉这苦吗 可能你之前也了解过我 我从小就是 也是挺能吃苦的 为什么 我就是能张罗呢 因为小时候没有人帮你张罗 就包括小时候 我报补课班都是自己去报的 没有人管 就是我特别能张罗 然后我感觉 如果我俩在一起 牵手成功的话 店里头 如果他不在家的话 我也能支撑起来 好 你能舍得让他吃这个苦吗 不可能让他吃这个苦 我现在搬屋里了 我吃这个苦我都吃完了 好 那接下来来看一下你的选择吧 好吗 选择去 我们五秒钟倒数计时之后 来看一下你的选择 好吗 着急啊 真着急 你还在这说啥呢 人家急的都不行了 是 好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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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走 走走 哈哈哈 我来 来愿愿看看 哎呦 啊 哈哈哈 可能就是这第一个缘分 听说就让我找到的缘分 小心吃个按 小心吃个按 不用先吃 先吃 妈要凉了 哎呀 哎呀 吃到了家的味道 哇 希望你来幸福 好好珍惜 感谢博朗化妆造型美容学校 对男女嘉宾及主臣的造型支持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 等着你 接下来出场的 这位小伙来自吉林农安 他的朋友都称他为是 农安烧锅镇车神 他的车 据说改装就花了20万 来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程热烈 有请小伙出场 我是苏东海,来自吉林长春,我的爱情渲染是农安车神只爱车,一路开进你的小心窝。 好,来看一下他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每个男孩都有一个爱车的梦,我也不例外,只要是带轮子的,我都喜欢。 我叫苏东海,今年28岁,来自农安,目前定居长存。 因为爱车,我开过出租车,修过车,到现在最爱的改装车。 汽车占了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喜欢在赛场上飞驰,为了参加比赛,一直改自己的车,研究汽车的细节。 这个现在就是我目前的爱车,奥迪的TTS。 花了将近20万,然后每次出去比赛的费用,大约也得在1万左右。 比如轮胎耗财之类的,车的运费,衣食住行,用了财力,人力,都是为了参加比赛。 这几年也拿了几个奖杯。 有的奖金呢,能给的几万块钱,有的也就几千块钱。 得来的奖金根本添补不上我用来改装的钱。 赔了我也不后悔,谁叫我太爱车了。 也特别享受在比赛中的那短短几秒钟时间。 前几年给人修车,开出书车,攒下了四十多万。 因为太爱车,这四十万我全部投入了这个汽车改装店上。 现在比较稳定,每个月能收入一到三万左右。 我每天都忙碌于这家店,每天都折腾到半夜回家,虽然很累。 但是因为热爱,从来没觉得枯燥无味。 平时我也没啥爱好,没事就跟朋友吃吃饭。 我也从来不玩游戏,不看电影,车在我心里永远都是第一位。 天气有点多,天气有点多。 张浩,小浩老师。 你好,男嘉宾。 我想,因为我看短片你这边说,就是对车厅舍得花钱的,改装花二十多万。 你对女朋友也这么舍得吗? 也是一样。 如果说这二十万不让你去改车了,让你给这女朋友了,就当彩礼了。 你同意吗? 这个和彩礼是两回事。 因为我自己是做这个行业的。 因为我是靠这个东西去赚钱,而不是说是我拿着这个钱去挥霍。 但是你没有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啊。 就是因为你刚才这个短片里边也说了嘛。 就是你这个改装完了之后,这个不是也有一部分是赔钱的吗? 不完全盈利吗? 赔不了钱。 刚才讲一下为啥赔不了钱。 可能一台车,就是客户的时候到我这里来改,可能一台车就要十万,二十万。 小伙儿,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那个车的改装出来的这个车,然后不停地去改。 其实相当于你的一个投资。 就是我得打个样,我改成了什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性能。 然后别人才会来改,是吧? 对,对,对。 那你拿你的投资这个东西,说给女朋友这个是不行的。 因为我需要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做生意需要有投入是一样的。 对,对,是这个意思。 好的。 就是和彩礼,我感觉没有不安心。 东海,你认不认可彩礼这件事? 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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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阿老师,为什么会问到彩礼的这个事? 就是我是那种比较热衷于要彩礼的那种人。 可能说这个钱要完了之后还是我们俩的。 但是我就是想要一个就是小伙这边的一个态度。 就是因为我爸妈很早很多年之前就说过, 说那个他们不同意我要彩礼的是。 说那个咱家不缺这个钱,父母也不花你这个钱。 而且你自己也是有能力去赚钱, 你为什么非得要人家男孩这个钱? 就是我爸妈特别理解男孩这个家庭什么的。 你要是结婚的话,你会要多少彩礼呢? 15万左右吧。 好的。 小伙是能接受给彩礼的是吗? 对。 我认为彩礼就是我选择和你在一起了, 就是我的东西都是你的。 除了多少钱没有关系。 好。 因为我爸妈这边也说过, 就是如果说我非得要彩礼的话, 他俩肯定也是不能掉链子, 肯定也要给陪嫁。 好,来看一下小伙第二个总体。 接受不了特别能作的女孩。 所以我找对象年龄太小的就不喜欢。 不喜欢不成熟的, 无论你心里成熟还是长得成熟。 我觉得咱们的思想都不会一样。 我不想陪一个小孩长大, 不稳定的事太多。 我想找一个成熟稳定的女孩去准备结婚。 我的家庭很和睦。 父母在农安, 种了五六赏地, 日子也过得还算不错。 我想找的就是家庭能和睦一点。 我的想法和别人不太一样。 我可能不会今天给你送一束花, 明天给你买个巧克力。 我认为生活终会归于柴米油盐, 归于家庭。 所以喜欢我这样的就跟我走吧。 来,想好了,刘太太。 小伙,你好。 你好。 就刚才那个短片说, 那个生活一定要归于平淡, 就以后会归于平淡,对吗? 对。 对,那我想要以后的生活, 就是每一天我都需要一朵玫瑰黄, 那种是可以的吗?一朵。 我是那种, 就是比较踏实的那种人。 就是可能说是你想要的这个东西, 在你身上能用得到, 是跟钱没有关系的。 来,16号老秦。 我感觉我跟老刘太太那个, 刚才说那个浪漫那个思想不一样, 我感觉你刚才在短片里说的那种, 就是说, 就是人终究会归于平淡嘛, 彩米油盐嘛, 我觉得也挺对的。 因为解完婚之后, 上得孝顿父母, 下得养育子女,对不对? 我感觉那么铺张浪费, 没有啥用。 我这个不是铺张浪费, 而是说你在意我的每一个细节, 可能人和人相处的, 它相处的方式不一样啊, 可能我也没说要999朵, 或者是要什么特别贵重的礼物, 而是说你每一天对我特别特别用心。 就是, 你说每天要一朵玫瑰花, 我是认为不现实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一句啊, 这个玫瑰花就是代表一种心情, 那可能说玫瑰花, 今天打折了, 那就2块钱一朵, 那没准是明天就5块钱一朵, 那完了, 就没等他干不了, 我都能给他泡一样子, 就完事了, 我一点都不浪费。 但是我只是说就是以后的生活, 我希望以后的生活, 不要说归于平台, 就两个人在一起了, 就以后过日子了, 一点啥惊喜都没有, 那种是不行的。 我没说过没有惊喜, 就是说是像什么节日了, 纪念日了, 这些该有的还是一样都不会少, 就是我能给你的东西, 可能不止于说一束花的这个惊喜。 更多的是什么? 就好比说是你在家的时候偶尔说了一句, 想吃什么东西了, 那我今天我就早点下班, 我打电话说说今天出去吃点什么东西。 这个比你要那个每天一束花, 来得更实际的。 是, 好。 来,11号, 周爽。 就给我这感觉你像一个直男, 就是我挺想知道你出对象是啥样的。 不要搞了, 好吧。 出对象呢, 就是两个人当中所发生的事。 那就比如说今天我过生了, 你会怎么表现一下的呢? 可能我会给你买个蛋糕, 然后, 就咱俩现在就今天我过生了, 你别假如买个蛋糕啥的, 直接说。 我就把礼物给你, 生日快乐。 就是, 还是我感觉就是, 没到两个人说是在一起的时候, 说出来的那些话, 就比如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啊, 你挺辛苦的, 最近也挺累的。 就是说一些这种的话, 然后送给你个礼物, 生日快乐。 哈哈。 你也太直了。 你跟对象, 只要是出现事情了, 或者说你们两个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你事上一定不会落过, 而且一定会非常到位。 但是呢, 你要在交流上, 语言上, 你好像会, 你自己说是会怎么样? 会欠缺一点。 会欠缺一点。 其实也不是说是不在乎, 也不是说不关心, 可能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事风格。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都还有啥想说的吗? 正常发挥, 我认为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没有什么遗憾。 今天还是很真实的状态。 有好多女孩说, 她就是找对象, 到底是找一个说的比做的多的人, 还是做的比说的多的人。 这是看你的选择。 她肯定是一个做的比说的多的人。 女孩们, 她想的是最好的是, 又会说又会做。 一点小小的提醒, 事儿要做, 话也得说。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感情才更容易融洽, 才更容易幸福。 是吧? 来, 那我们掌声送别的朋友, 加油! 再见! 加油! 一闪一闪, 满天星, 万亩良平, 黄水晶, 黄水晶一号, 苗奇苗状, 抗性强, 磕水快, 高价良, 放心肿, 放心重, 感谢红翔主页对本栏目的全力支持。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零四三一八八九零一八九零, 我们在长春, 等着你。 接下来有请这位小伙来自吉林德会, 据说呀, 这小伙的孙媳妇的孩子都五岁了, 但是这小伙到现在还单身呢, 不知道是倍儿大呀, 还是岁数大, 估计在后面等着呢。 来,我们掌声有请小伙出场。 全程热烈! 我女生妈妈的空宽, 全程热烈! 还我代表批描屁林德会。 大家好, 我来自吉林德会。 我的爱轩件是, 艾吵克,米坎克, 一路, 前方一路,小屏不正。 好, 来看一下小虎的第一个短片, 我们好好了解一下。 在我们德会,边杠像双城村, 一级老李那小子, 大家都知道我是谁, 咱虽然比不上村长的名号, 但是我的名字在大家的心目中 那也是绝对的响亮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方言十八里都离不开我离本车 一年服务两百多户人家 四百多场地 王家是做农机租赁的 出车出人 王家有五台大车 我这台大马力拖拉机 脑裂了 春天给我全地灭罩的 一天能挣三千多 冬天我们就干打包的活 一天一宿能挣两千多块钱 这两台四轮呢 工人春天给我开出拉花围拉地 一天能挣一千多 我这台打药车 春天去厨房打药品 一春天能挣两千多块钱 这台是我的代步车 有洗润那天拉着洗润 出去溜的 出去玩 咱家条件不能说 村里是最好的 但绝对能乘上大户 我爸妈都有退出金 我一年的挣三十多万 我今天三十五岁了 肯定有人问我 为啥这么大岁数还单身呢 你的条件也不差呀 你们是不知道 现在农村的状况 真没有小姑娘啊 都去城里打工了 我估计台上的女嘉宾 即使家在农村 也没有几个想回农村的 甚至连我说这些活是啥 咋干都不懂吗 只要给我当媳妇 你都不用出去工作 也不用你挣钱 把饭做好 挣多少钱都归你 因为我一干活就着急 早下四点出门 一到干到晚上才吃完 饿了就吃个月别喝点水 我就现在找个媳妇 能心里给我送送饭 那就盛好了 我兴得急 找对象可不用找 磨磨蹭蹭的 我现在最着急的事 就是找对象 我现在都是爷爷了 孙子辈的都娶媳妇了 而且孩子都五岁了 全家就剩我这一个光棍了 台上这些姑娘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要是说 跟我小舅爷爷牵手成功了 你们就相补吧 有时天天躺炕上 都睡不着觉 就瞎心子 我啥事能有个媳妇呢 越心思越孤单 越孤单越想听山岸的歌 光棍是真难的 我就想赶紧找个对象 摆脱光棍的名号 来 七号女美丽 大哥属实挺能干的 一看就特别有正事的人 然后刚才他在短片中提到说 在这个农村不好找对象 我不经常在农村待着吗 我特别有这个感受 就是我要上大街上 别人看我都跟看猴似的 因为根本就看不到一个年轻人 就是你看到的都是 中年到老年人以上的 所以现在农村找对象特别特别难 然后就此呢 我做了一首诗 现在不知道我都忘了 做了一首诗 全程热恋真是好 对象不用自己找 给你安培嘎嘎地 明年抱个大胖小 五号马卓 小伙你好 然后那个我家是农安的 然后也是农村的 也是农村的姑娘 我觉得你在短片里说 那个小伙子 就是包括什么农活啊 可能说了都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我是在 也是在家待了几年 然后从那个 那个村众啊 然后什么地里长出苗见苗啊 然后什么产地啊 收割呀 开车辣玉米啊 掰包米啊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开说机啊 然后到那个什么 打包米卖粮了 你漏了一个悬地七楼 你漏了一个悬地七楼 你再漏了一个 你家畅长 收割根 你现在是认认真真捋了一下 这个流程当中缺啥 我特别想跟你说 就这么一个 五号这马卓多大 二十八 二十八 你看就长得文文静静 这小姑娘 她把这农活 一个一个都说出来 你觉得容不容易 不容易 对 对 是不是 而且一听就知道 农活会干 对会干农活 现在就这样了 小姑娘能干农活的 很少了 就是很少在农村 干农活现在 花贵 像她就是要干农活 对吧 其实在网站跟选 基本没有 你看 对不对 就是网站跟选 那小时候都是春天 在家 除了流的 就是打麻将 就是干这个的 没有主干活的 在带海 那我不会打麻将 我能挣钱 能干活 那就好的 但是呢 但是因为我在家里 待了也是待了几年 然后出来自己上的班 我觉得 其实我就像短片里说的 说现在小姑娘 可能都不想回农村 但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对 有很多就是初来打工的女孩 都不想回农村的 对 你可能地理的活吧 其实包括什么 在家那边 有这么说吧 有很多女的吧 就很多 就很不想干这活 因为这活吧 又脏又累 没人干 我现在就在家养成 必保得干这活呀 8号 8号 雪阳 玛丽 小伙你好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在农村待着 就每次去农村 我都非常兴奋 而且现在尤其冬天 睡那个小觉 炕啥呢 我觉得就相当得劲的 然后再有 就觉得农村 那个风气呀 特别纯朴 然后相处起来 大家也都不累 玛丽都会干什么农活 就是那些种地的活 我都会干一点 就包括那个 播种啊 施肥啊 那个育苗啊 电苗啊 都能整 现在都以自信 不用电苗了 哎呀我的妈呀 这小伙可急死我了 你说咋老想着 给人家揪错呢 咱就说 能不能唠唠找对象啊 在台上我这么多期了 你是第一个 给我干没变的了 你瞅瞅啊 这后边哪 一米九的小伙 是又秀肌肉 又举高高的 给姑娘们整的是 嗷嗷激动的 要我说呀 这不会出对象的 哎 咱一会呢 都回来好好学一下 你怎么 就是他们说 这些流程 你怎么都想着 给他们修正呢 不用建苗啊 你这些活不能干呢 谁再卖65天呢 咱不找对象来了吗 你好像是来指导工作的 那都没有 我不看 我特别想说 小伙儿 你想 你在农村 待这么长时间 会干农活的姑娘 有几个 厂上一共16个姑娘 现在你看都问了 好几个姑娘 都会干农活 对啊 是不是挺不错的 对呢 咱就马上说 哎呀 是吗 你这么能干呢 夸夸他 是不是 然后再交流 交流 这多好啊 你别着急 按照专业的这个流程 来挑 哪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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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不还 如果要是跟你牵手了 不还有你的吗 你最专业了 是不是 来一起来看第二个短片 我出过两对象 第一对象是我21岁那年出的 那时候年一小 不懂事就红了 过来五年之后 我就出对象 领到农村老张 大锅的饭不吃 农村的水不喝 最可怕的是咋的 说我们农村水不干净 不用洗脸 你看我们农村的水 有七层过滤 它能不干净吗 你看这水 一会儿就喝了 我一行的这样也不行啊 后来村里也有人 给我介绍对象 但是我挺挑 一是挑长相 得挑笑面的 不能伤伤个脸 谁愿意跟老袁总过日子 二最好是会开车 这要我忙不过来的时候 能开小车 能把工人送到地里去 三是啥呢 必须会做饭 第四点 找一找练还能说的 比我前对象练还得能说 没人可见识 不练还都没看 我前对象就练还 那我不能找其他刺的 再找对象的性格 必须得更练还 更好了 我觉得女人是越练还越讲理 越练还越鼎盛 不喜欢文静的念念的 自己挑来挑去 挑到今年三十五 把自己剩下了 现在后悔了 听说年轻时 故障都像的人 全让全成热恋了 上大去着急去了 我就是这样 我今天三十五 想找一个三十左右的 第一带个女孩的也可以 有象征我的 给我留灯 来 十二号 王杰 大哥 你好 你好 我看你那个短片里边 你说你都三十五了 然后你咋还挑来挑去 你怪不着 你找不着对象 你说 我这都三十三了 我现在不要房 不要车的 我还得带点彩礼过去 我都找不着 你先别挑了 就如果说这姑娘 想给你出对象的话 你就别挑一件 什么长相了 身材了啥的 就看这姑娘说的 得不得你这仪 想不想更过日子 那个王杰劝你的这个 你觉得说的在不在理 在理 那你现在咋想的 找对象这事 我看你之前挺挑的 对啊 以前都咋挑的 就是比如我接的对象 我就先投去问我 说烈不厉害 能不能说过呀 他们说不烈不能说 我直接说不看了 不看了 我就想找烈能说的 我就喜欢这种的 类型的 你们找个厉害的女人 整天哈了你 锁了你 埋伤你 你不伤心吗 我天天上山干活 他怎么不饶我呀 好来10号 老刘太太啊 来看看谁是练的 玩谁是笑面的呀 你给我整的都不好意思说过 关你们都练行吗 那不行 那不行太敷衍了 你这么的 老刘太太 我告诉你 你举几个例子 是不是 举几个 玩几个不说 谁也不得罪 是不是 相亲不用上饭店 全程热恋 抬上街 巴虾不耽误 出地形 夫人好全没干账 哎呀 我就坐你这么近 你都不给我一个 我好像坐坐位的了 哎呀妈 哎呀 那是啥 成爷爷了都 16个巴虾老妹的 相亲之路 谁能圆满 这年以内可以结婚 这年之内我也能结婚 谁麻辣的相亲 就在本周红色综艺 全程热恋 加油加油加油 我现在不说 也可以不得罪你们 对你说也没毛病 有没有厉害的厂商 厂商啊也有 有你比较喜欢的这种 厉害的这种性格的是吗 那也有 你可以说一下 你比如说几号姑娘 她这个厉害的这个性格 是我喜欢的性格了好了 但是她不一定 她人是你喜欢的 这个坑 对有这样 谁哪个几号 这个 这个说了不算坑吧 不算 不算 对 你们斗恋行吧 是吧 啊 谁都不得你们斗恋 可以吧 不行 你得说出来你得意啥样的 然后你不得意啥样的 你今天来就来找对象的 啊 你得告诉大家啊 你告诉你 就是哪个女嘉宾你不得意 就这种类型我坚决不找 就咱说今天在台上咱们前两成功 回去给你接受的 一纳上就不给你接受了 这个我真 你怎么敢有酒的 你那又说了 他太不愿意了 敢有酒的 你是有是没有 没有 没有 你大方说我帮你说 我就喜欢旗号那样 那小姑娘干啥厉害 那能活啥干的都没问题 那要跟我俩回家打草开四轮子 俺俩那日子过得得背负 我现在一年挣三十万 我要找一个能像牛美丽这样 我一年就挣三百万 你得说出来 哎呀我说哎呀这男孩跟我俩有未来有规划 我才会 哎呀对你有兴趣 你缘分天使都给我了 然后你说你没有 你谁也不喜欢 你让我这心都霸凉霸凉 听说就这厉害啊 你究竟喜欢哪个姑娘厉害 姑娘们被咋地 给她造门的挖门 挖门的挖门 本朝是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姑娘们都在问这个问题 他们不是想给你挖坑 为什么 因为他们感觉到你很老实很本分了 他们不想给一个老实本分的一个小伙挖坑的 他们就想知道你说的厉害是啥厉害呀 十一号刘爽是一种厉害 十号老刘太太是一种厉害 七号牛美丽是一种厉害 他们都挺厉害 但是厉害的点不一样 你喜欢哪种厉害呢 大家就知道了 你喜欢的是那种厉害 明白了 你喜欢的是哪种厉害呢 出的厅堂 住的厨房 下地能干活 进家能撑事 干活都不用她干活 不用干活 对 不用她上山干活 在家这可以 来 七号 李美丽想说啥 他不说厉害吗 其实就可以打个举例 举例啥呢 比如说你现在就打草捆子呢 咱们地都收完了吧这时候 打草捆子 然后之后你自己忙活不过来了 我就在这边我就给工人安排 他上这个车 他开那个车 那几个负责装车 那几个妇女负责做饭 我负责去买菜 你觉得我这样算厉害吗 这样我算厉害 这正常啊 这是说的 自个家的分工吗 这家伙找厉害的找厉害的 哎呀嘛 给我都叫懵了 咱也整不明白了 这厉害的到底是哪种厉害呀 这后边俩三高男神上场 姑娘们疯抢啊 广告很短 咱马上就回来 这还不算厉害 你给我整没电了 不是 这属于咱自己家分工 都正常现象 那我要这样呢 再说你不能对工人厉害 对工人厉害工人就是说 就是有的工人吧 看你对他厉害了吧 他就对你的车 就不爱乎了 你说的厉害就比如说 你家里亲戚都来了 然后呢 你没在家 牛美丽在家呢 家里亲戚来了 然后呢 又给做的饭 又给张了的 然后呢 那个把亲戚吃完饭了 然后呢 那个也 说话的透流的 说话透流的 然后呢 事都办了 给他骂 那个文本当中都送走了 这算不算厉害 对 第一种都行 这就厉害了 不用在事业上太厉害 在这个人情处事上 和那个街坊邻居的相处上厉害 是不是这意思啊 明白了 哎呀妈呀 现在是厂商十六盏灯都灭了 这么多年 注意力放在触对象上了吗 放过吗 没有 没放过 是吧 你接下来 不用干别的 一呢 看权质热烈 二呢 听大可说了 广播听这个 电视看权质热烈 为啥 琢磨琢磨 出对象咋处 咋跟女生交流 你得在这上面用点心思 你是一个特别能钻的人 只要在这上面用点心思 你找对象啥问题没用 你说是不是这么个例儿 是 对不对 对 回去琢磨 好好看权质热烈 再找不着对象再来 我照顾欢迎你 好不好 来 掌声送给 加油 没有对象别上火 扫码报名来找我 单身男女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键报名全程热烈 不会用手机的老人 如果想要给子女报名的话 可以拨打缘分热线 0431-8890-1890 我们在长春 等着你 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来自吉林长春 朋友都说他是一个三高男神 哪三高呢 个儿头高 颜值高 腰球高 来 我们掌声有请 小伙出场 全程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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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湖的女孩 总被野蛮 知无事吧 有梦有梦 小伤有章 心中欢欢 大家好 我叫B希 今年32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训言人是 横眉冷队 美女秋波 俯首甘位 老婆唠嗑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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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二位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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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高歌 太帅了 我一米九一 就很高一米九一 我就说嘛 我说我一看 他好像在这个舞台上 都比别人高出好多 确实蛮高 确实 一米九一 来看看 二号 六号 两位姑娘被灭灯了 来 先来采访一下慧子 我要唱一句 能表达我现在心全的歌 好 上锅的心 就像玻璃碎片 爱情的粉 永远不会敷衍 行了 我现在确实心死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六号来说一下 今天你灭灯 让我有个镜头 要让吴绕说啥 这心态 那为啥灭二号和六号的灯呢 由于年纪的原因 我的年纪已经达到 三十二十三左右了 所以说咱们的年纪 相看得较多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 不太合适 但是你们真的很优秀 来看一下 三高男神的短片了解一下 别看我又高又壮的 但是我的名字比较有语声器 知道我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 因为小的时候 我爸爸喜欢一部电影 叫做西西公主 他很喜欢里面西西公主这个角色 所以呢 给我取名叫必西 我从小就是体育生 大学在东北师大 读的篮球专业 毕业以后呢 在国企工作过 在大学当过老师 我现在自己经营一家篮球馆 也是篮球教练 现在国里的学员有六十多人 我也是三十岁之后 想要突破自己的 以前的工作稳定 但是一眼就忘到了头 我还是想趁着 还有拼劲的时候闯一闯 我就想着 在篮球教学之外 研究一下 做做互联网 我就应聘了咱们长春 比较有名气的网络团队 神仙小文队 想着马上就在网上有名气了 没想到 进来之后才发现 神仙小文队是个保隐公司 要想在他们短视频里出镜 就必须卖好保险 我这就开始了 在保隐公司兼职的工作 但我就是那种 要做就要做到最好的性格 我入职四个月 就开担一百万 拿到了新人业绩前十 现在两个工作加在一起 每个月都能 有两三万的收入 在长城有两床房子 一辆车 生活大部分时间 基本都不在了工作上 现在有点业余的时间 我就会去健身房 音乐 能做其他事情也不会去坚持 生活当中呢 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衣服呢 都叠得整整齐齐的 你看 这边是我的半袖 这是我春秋的卫衣 下面这一栏呢 是我的内衣 以及打球的衣服 都叠得整整齐齐的 一栏是一栏 就连我的袜子 我都是一格一格地放起来的 我找女朋友 肯定也是要找一个 干净力争的人 然后出门的时候 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 来 十二号 王杰 小伙儿 你好 就是小伙儿刚一上台的时候 那是又高又帅的 然后之后我看完短片之后 我看还挺去家的 然后在一个小伙儿的年龄 你就32 就跟我科号科号的了 我33 然后我就寻思了 你看最后大家不就值得了 你看小伙儿32 又高又帅的 然后还能居家过日子 对不对 也剩下了 所以说我们剩下的不是不好的 都是因为优秀 太优秀了 才剩下的 就是我对小伙儿 咽下天好的 往下了解了解 那不介绍介绍自己啊 让给他留下点深刻印象 然后小伙儿您好 我叫王杰 然后今年33岁 来自吉林长春 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 赚钱技能 手拿把架 一找对象就抓架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 就是文神店主吧 约收入大概到 一万到两万左右吧 现在条件呢 条件是现在有两个房 然后一个车 还是一个很自立的姑娘 对 很优秀 对 多了解一下 来 10号了 刘太太 就是我看那个 什么那个 那小肌肉啥的 你能承受那个 重量是多少 刚才你不是也说那个 体重吗 身高体重啥的 那你看我这个 我一米六 然后那个没到一百 我能轻松地举起 一个200斤左右的人 很轻松 抱起来都没问题 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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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脱起来就可以 你脱起了我的好奇心 对 就是脱起来 抱起来都没问题 脱起来都没问题 脱起来 有没有看到过 大人抱孩子那种抱 公主抱 对 大人抱孩子 一个手就抱起来 就从下面拖了起来 一个手 可能我会做到 一直守一个 一个女孩 一直守一个女孩 这么的 我没到一个女孩 你脱一下我出去 正好我也100斤 第一号也讲 12号还有谁 16号 7号 5号 3号 这是这几位 小伙儿选吧 那就有请15号女嘉宾 以及10号女嘉宾 谢谢 来 来 来 掌声 掌声游戏两位 小伙儿刚才跟我说 燕姐 她们俩都穿裙子 方便吗 你看 就是细节 情商太高了 真是细节 那一会儿 那个姑娘 拿那个围巾 先系一下吧 是不是 会好一点 我觉得这样会好一点 行行行 是不是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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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一下啊 来吧 咱就说啊 这小伙儿是要长相有长相 是又能赚钱 又自律 这找对象 得是啥要求啊 这后头呢 还把姑娘惹哭哩 究竟咋回事呢 咱一会儿接着看啊 我看到幕后的一幕 袁和月在后面 就这样的紧紧地抓住这个媳妇 我先问一下俩姑娘的感受 我有一点害怕 就是我感觉特别有安全感 就一下就抱起来了 特别有点安全感 其实先丑了 就是可能就是 对二位女嘉宾不太礼貌 因为把拖起来嘛 但是如果说 想真正展示力量 根本这一位 我觉得一个男孩子 展示力量的地方 应该是充当责任 对于家庭 对于社会 对于自己爱的人 太好了 来 谢谢两位姑娘 谢谢 你们也很幸福 谢谢 谢谢 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那年我23岁 因为当时父亲查出了患有癌症 他希望能在临走之前 看到我结婚生子 为了不给父亲留下遗憾 我和当时的女朋友 相处了四个月就结婚了 结婚四年后 父亲走了 结婚后的七年 我们的婚姻也结束了 其实这么年轻呢 选择了结婚 确实草率了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间呢 非常短 然后就选择在一起结婚 结婚之后呢 矛盾呢 自然显现出来了 我们两个的性格呢 都很强势 出现了问题 可能谁也不让谁 有些事情呢 无法化解 就变成了尴尬的局面 时间长了 我们两个人累了 所以说就选择了和平分手 离婚之后 七岁的女儿归我抚养 现在大部分的时间 是我妈妈帮我照顾 但是我再忙 也会每天接送我姑娘 上学 放学 以及课外班 学习啊 辅导啊 玩啊 我都跟在身边 有时间呢 我就多陪陪她 尽量不让她缺失父母的爱 我先找对象呢 首先最重要的呢 是看她是否有爱心 是否能够真正的对孩子好 我喜欢性格呢 成熟稳重一些的 不喜欢性格五五扎扎 风火火的 爱出风头的女孩 我也不喜欢 还有一点 就是我喜欢 有闪光点的女孩 就是她有一方面 要特别突出 比如说她学历高 学习好 或者哪怕她 熟视屋子很厉害 就是有一样很突出 很在行 我就会很欣赏 很喜欢 12号王杰 你没看短片吗 就是我 我为什么这么大 就没找对象 没结婚 也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妈妈也是 突然之间查出来 就是癌症 然后 就是很不幸运的 就是告诉你说是半年 然后 当时我也有过这种想法 我当时就想 我妈活着的时候 就想让我结婚找对象 然后 我一直没有 就没有完成她这个心愿 然后当时我就心愿 我 哎呀 我就赶紧找一个人 然后我结了把这婚 然后我妈有可能就走的 会很安 会很安心 理解 理解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 就是如果我找一个人对付 那如果我以后过得不好 我妈在那边知道我过得不好 她会更难受 所以说我就没有选择说对付 然后我就一直 后来就不行的找对象 就只能挣钱 然后 直到现在我觉得 我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我现在我觉得 挺好的了 因为我就两 现在就剩两件事了 就是一个是 咋能多挣点钱 再就是 咋能找我的对象 就是在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 更让自己为难 有的时候你选择了 不一定是好结果 但是没选择会留下遗憾 我一直没有去选择 去寻找另一半 所以考虑到我的姑娘 当时我的姑娘是还小 但是她可能懂事早 她就说 可能爸爸就是 还是和妈妈又在一起 然后呢 后来我俩也探讨过 要不要复婚 但是觉得可能再往后的日子 过下去 还是会这个样子 然后随后的话 我俩就是 蛮有选择在一起 然后今年是我姑娘 七岁了 然后她还蛮支持我 她说爸爸 你也该找个对象 找个女朋友了 她挺心疼我的 有的时候呢 你看 我有时候忙 家庭就会吃饭啥的 我吃不到 她就说 爸爸 这些东西给我爸爸包了 然后吃饭的时候 我得别人做的时候 吃不到的时候 她会把这东西夹到我的碗里了 从远处夹过来 然后夹到夹过来给我吃 其实真的是一个小庙 是的 我特别特别喜欢 所以说我对于我姑娘 也挺尽心尽得的 我就是每天 我就是再忙 再怎么的 我都要去把孩子去管好 是一个好爸爸 是一个好爸爸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老公 但我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太好了 是的 是的 看到场上是五号马卓 十二号王姐 两个姑娘的灯亮着 没有问题是吧 来 掌声有请五号 十二号 有请两位姑娘 问一个技巧的问题 我其实问题很简单 你喜欢我什么 我喜欢你这个人 而且我喜欢你家的宝宝 你首先一点 我喜欢老人和小孩 我就最喜欢和老人和小孩 就是相处 因为我觉得老人和小孩 他们没有那些心机 就都特别善良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还是个女儿 我觉得就是我突然之间 感觉就有伴了似的 因为我总是一个人 好 所以其实你觉得 他之前的经历也好 然后呢 现在这个宝宝也好 其实对你来说 这些都不是问题 对 这些都不是问题 如果说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忠于外表 但是其他的是属于慢慢了解的 因为短片里 他朋友也说 说是有责任心的一个人 包括他对他女儿 也是非常照顾有家 包括什么 有工作的话 也会就是非常细心地照顾 然后接送孩子上学 然后这一点 我觉得还是比较成熟稳重一些的 然后比较有爱 其实二位姑娘的回答呢 已经可能回答到了我心里了 但是并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说很抱歉 有多少人在风气街头转身转散 开始的拥抱总是那样的 有多少人在风气街头转身转散